华联县蝉联2023石域立城市大调查的冠军宝座 彰显在食农教育区域获得卓越的成果 而县长徐真卫表示 这些成就来自各级的农民团体 农村社区、学校以及师生 还有县府团队共同的努力 也感谢石域立城市大调查 肯定华联县在食农教育的推动上领导地位 华联县蝉联2023石域立城市大调查 冠军宝座彰显在地食农教育领域取得卓越成果 这次实际的调查在花园县农业环境 教育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 推广满意度等五大面向中获得517.35分 为总分为超过500分的县市 更是全国县市连续第三年总排名第一 在分享方面 有机农业种植面积和悠游农村的体验失去比例 更是领先全台 现在宣传表示 这是凭借在农业以及环境项目 幻线积极推广有机农业生产面积 今年4月累计达3174公顷 全国第一 占全国有机面积近十分之一 先夫鼓励农业转型为有机生产 以有机耕作面积每年成长一成为目标 从有机米蔬菜再拓展到文旦幼 苦茶咖啡等多元的有机作物 为土地有机转型努力 再推广农村旅游体验教育部分 从把它告 煮筒饭 香蕉饭 吃的火锅 结合静静碳排 融合静天爱人 无感体验 循环共享 创造多元价值 将食农生活具体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